你好 大家今天都在问今天你为什么要跑啊 跑很快 跑啊 因为有点那个 我们在电梯里面 就是跟工作人员开玩笑说 因为我今天包的很严实 然后如果我出去的话 我要自己一个人出去的话 可能不一定会有人认出来 所以我就很快的跑出去了 那有人认出来吗 超多的 好像还没有认出来了 对 那个那后来想问一下 就是因为之前有说给Karen姐 写了一首歌放在她的新专辑里面 那你是还有就是自己私藏了很多 就是写给特定的这种 你觉得合适有感觉的艺人的这种歌吗 就私藏的 有其实其实有 对 有一些很适合一些男生来唱 然后我脑袋里面也有特定的 她的声音是谁适合 然后可能得等到未来有机会认识了之后 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跟她合作 对 然后把这首歌送给她 嗯 那作为你是作为一个创作型的歌手 肯定之前也会有很多人像你邀歌啊这样之类的 那么就是 你在面对就是这种邀歌的时候 然后你是会有一个自己的标准 就是去选我要不要这个吗 其实是邀歌的话 其实我会有没有感觉 就是可能如果说我我特别有感觉的话 我会我会能写的很好 嗯 很好 而且而且其实我通常创作是 先来的灵感 先来灵感先写完之后 才会想到 哎这首歌她很适合谁 嗯 如果说有朋友来单独找我要歌的话 我去为她量身定造的话 其实这个 我会觉得这个音乐 它并不是我最最好的 对可能我是为她 只能说是量身定制的那种命题作文吧 对可能和你自己 凭感觉去写一个作文感觉是不一样 对 好 谢谢 那今天总决赛呢 自己准备的怎么样 准备的非常好 然后 这个歌我改的我自己太喜欢了 对就是很很很摇滚 也很适合我今天帮的这位选手 对 那这一季现在以来就是 刚刚每次都很感到大家演唱 就每次你亮的那种改编嘛 然后每次的这个歌曲是很新 然后你觉得这一季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这一季最大的收获应该是 我觉得是我自己突破了我自己 对 就是比如说前段时间的改编的那首 爸我回来了 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突破 因为这种因为这种音乐表现形式 如果不是因为我抽到这首歌的话 我自己发唱片 可能我这一辈子不会想到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演 也是因为我看到那首歌看到它的歌词 我才突然有这么一个灵感来去把它变成这种表演加演唱的一个方式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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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